講第三講的時候我提到 就是說在2000年前 中國人就有冰農合一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在當時的環境裡頭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觀念 我們說這個其實是中國文化 非常特殊的概念 認為冰跟農可以結合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中國文化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思想 我想可能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 這個是跟中國的貴族 因為中國古代的貴族 他們不只是權力的政治權力的掌握者 他們也壟斷了知識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頭 其實也是一個文武觀不分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這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中國古代 我這邊古代是指的這個 夏商周 就是所謂三代 在這個時期 政治的組織還沒有發展成熟 主持政務的這些貴族 他們的專長也沒有什麼分化 沒有這種專長分化的概念 在那個時代 財兼文武是貴族必要的素養 對在那個時代 貴族都是講究財兼文武 在那個時代裡頭 也沒有常備軍的存在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 不會擁有一個長期擁有 這個說他平時就擁有一支軍隊 然後這個隨時都準備著作戰 在那個時代裡頭 軍隊是有必要才去徵集 而不是說平時就維持著一支軍隊 隨時準備作戰 像我們現在 世界各國基本上都有常備軍對不對 可是在這個夏商周 一直到春秋時代 都沒有 那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地廣人息 國與國之間的距離遼闊 我們之前曾經跟各位提到 在那個時代裡頭 你要作戰 都一定要先派使者 去跟人家約定 因為你不約定根本打不起來 所以在那個時代裡頭 你當然不需要常備軍啊 因為你需要打仗的時候 大家都先要談一談 約好了才會去打仗 所以呢 這個你當然不需要說 我隨時維持一支軍隊 怕敵人隨時打上門 在那個時代裡頭 沒有這樣的一個可能 因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遼闊 人又少 兩支軍隊要碰在一起 其實都很難 那既然沒有常備軍 平時也沒有專職的五官 當為了戰爭準備 而徵集軍隊的時候 將帥也在這個階段 就開始要準備組織軍隊 準備戰爭的時候 才去挑選將帥 我們舉一個例子 春秋時代一個非常著名的戰爭 我想有些同學都聽過 就是所謂陳樸之戰 這是靖跟楚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戰爭 這一場戰爭的勝利的一方是靖國 還定立了靖文公的霸業 作為春秋五霸之一的這個靖文公 他是靠著這一場戰爭的勝利 成就他霸主的地位 那我們看一下在左傳裡頭 這個作為春秋三傳的左傳 他記載的這個陳樸之戰 他記載這個靖國在準備作戰時候的這個作為 他提到說 於是收於飛爐做三軍摩元帥 就是當靖跟楚為了爭奪 其他小國的一些控制權 他們雙方發生了爭執 然後楚軍開始組織要北上 那靖得到了這個消息 他們也要組織軍隊跟楚軍來作戰 所以他們就在貝爐這個地方 征集他們的軍隊做三軍 也就是說平時沒有三軍啊 這個時候才開始把軍隊組織起來 分成這個中左右三軍 分成三軍 軍隊組織好了 那每一支軍隊由誰來指揮 所以他們就要磨元帥 大家討論說誰可以做元帥 所以靖文公就徵集了他手下的貴族 討論 他一個非常重要的貴族 手下他非常倚重的貴族 叫趙衰 趙衰就說矽骨渴 這不是雀是矽 右邊是一個耳朵 左腹右翼是翼 所以矽骨 他就說矽骨渴 他說我推薦矽骨 那為什麼我推薦矽骨 他說成矽文齊言矣 月裡月而敦詩書 他說因為我跟矽骨談過話 這個人喜歡裏樂 這邊的說是樂 就肅心旁的樂 在古文裡頭不分 那因為他喜歡裏樂 而且他對詩書又非常的有素養 敦就是他有非常好的素養 所以他可以做元帥 因為詩書意之福也 裏樂得之則也 得意立之本也 他說因為詩書是道 意的根本 以樂是道德的原則 而德跟義則是 追求力的根本 因為戰爭是求力的行為 為什麼他就說 這個得意立之本也 因為戰爭追求什麼 戰爭是求力 那力的根本在哪裡 在德跟義 所以你要有道德 你才能夠求力 所以一個有道的人 可以當元帥 底下他又用了上書的話 這下書是這個 上書裡頭的這個一篇 他說呢 在這個下書裡頭有這樣的話 他說 夫那以言 民事以公 居服以擁 那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故事 說當時 遙要找一個繼承人的時候 很多人推薦順 那遙怎麼去確定順是一個好的繼承人 他怎麼做 他的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夫那以言 他把順找來跟他談一談 聽他講什麼 那第二個步驟呢 是讓他去做事 然後試著去做一些事 看他是不是有功勞 那最後覺得他很有成就的時候 就要給他權力地位 就是居服以擁 用這個權力居服 在當時代表的就是權力跟地位 來仇擁他 所以他說均其勢之 他說你看古代像遙順 這樣的聖人 要用人的時候 都是這樣三個步驟 先聽他講 然後接著讓他去試 然後他說那我現在呢 已經呼那以言 然後我已經聽了這個 矽谷講的話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應該去試 讓他試試看 就像說 所以我推薦矽谷 你希望我的國軍 能夠讓這個矽谷去試試看 乃使矽谷將中軍矽貞所知 所以就把這個最重要的中軍 交給這個矽谷來統帥 讓這個矽貞來幫助他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 在之後的時代裡頭 反覆被提及 這是非常有趣對不對 為什麼 在兩千多年前的晉國 當他們要找一個元帥的時候 他們所談到的是道德 請問各位如果你觀看這個資料 你可不可以推想出來 這個矽谷之前有沒有統過兵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他沒有統過兵 嗯 沒有被用過 沒有被用過 對因為他說軍旗四支 對不對 就是說他 他之前完全沒有做過 沒有軍事經歷才會說軍旗四支嘛 對不對 那可是我想我想在我們現代的這個時代裡頭 你說你說今天你去任命一個人去統兵 然後說他完全沒有軍事經歷 這樣我們看起來現在是完全瘋狂對不對 我們從結果論而言那造衰對不對 造衰對 因為我們知道戰爭勝利的結果 戰爭的結果盡大勝嘛 那大勝當然跟這個中軍的統帥戏骨是有關係的 對不對 從結果論而言造衰是對的 所以這個故事才變成一個後代不斷被引用的 我們在後代的文獻裡頭 你看到很多人喜歡講這個故事 然後說 當你要磨元帥的時候你要找一個 越比越而敦世術的人來當元帥 在我們在中國日後的時代裡頭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故事 就是說也許矽谷真的有能力 那可是造衰在推薦他的時候強調的是道德 因為他其實只是為了說服君主 可是那君主為什麼會被說服 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那如果各位是禁文公的話 那個矽谷一定被打叉叉嘛 對不對 就怕他傭兵自衆 怕他傭兵自衆 他有可能傭兵自衆嗎 在那個時代裡頭 大概不會啦 因為我們說過這個打完仗了 這個三軍也沒了嘛 那個時代是只有打仗的時候才會組織三軍 打完仗也沒有 沒有常備武官 沒有常備軍隊 是 因為相信神明會照顧他 因為相信神明會照顧他 就是冥冥之中這個正義的一方 有禮運 那個得意的一方會勝利 這是他們當時人相信的 還有沒有 OK 是 因為當時神明就是他本來就沒有常備軍啊 對 所以就本來就沒有軍人 是 所以這是一個文治的社會 那如果突然要打仗的話 大家都是文人的話一定會找那個 就是大家最推崇的人 這樣才能代理其他的文人打仗好不好 好 你講得很好 就是在那個社會裡頭 大家其實也都沒什麼經驗 因為戰爭不常發生 對 就是說這一群貴族裡頭 那就算你不要用矽谷 那你大概也是其他人 其實也沒什麼軍事經歷 那矽谷在當時顯然是被大家所推崇 所以他去統兵就是對了 因為其實本來就沒有專業無關 大家也沒有什麼軍事經歷 所以也只是 只有誰是有聲望 大家能夠信得過他的 就讓他去統兵對不對 好 還有沒有同學要發表意見 是 就當時候應該實質的 念書的人懂書的人很多 很少 很少 對 表示他如果有念書 他應該至少跟其他人比是比較聰明的 可是 當時的貴族當然都念書啦 對不對 當時的貴族都念書 他們都 讀詩書 那你說這些貴族在當時社會裡頭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少數啊 好 他們是統治階層 在當時這個知識不普及 只有少數的統治階層的人才會念書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 可是我想我們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在這一群 讀詩書李悅的這些貴族裡頭 他們講到摩元帥的時候 他們是用這個標準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問題 是 因為李悅詩書主要是在講忠孝的概念 然後就是當你讀透之後 你對於國軍的忠誠度會是最高的 然後由你去統領的話 也會使下面的人的忠誠度大為提出 好 很好 就是說你說這個其實是反映了 當時的一種價值的概念 就是說你擁有這樣的價值 這個是對國軍而言是好的 這個你有德 有義 你懂李悅詩書就表示說 你對國軍會效忠 所以你的這個軍事的領導者 當然前提還是效忠 那跟剛剛因為同學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因為你要用國軍相信你嘛 那國軍為什麼要相信你 因為你有道德國軍會相信你 大家都從不同的角度 可是我覺得大家其實都談到了一個概念 相信 有同學說這個可能是因為相信 戰爭的勝利必然在正義這一方 有同學說因為國軍相信有道德的人 其實你們最後談的都是相信 各位有沒有想過 從古至今有很多的戰爭對不對 你去分析這個戰爭的勝敗 你去分析這些名將 那你能不能找到任何的共通點 說什麼樣的人去打仗 他一定會勝利 有經驗的人 聰明的人 還是有道德的人 還是一個完全沒有軍事經歷的人 我可以跟各位講 如果你去分析的話 你絕對找不到一致的共通點 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會有例外 你派一個毫無軍事經歷的人去統兵 他不一定會輸 你派一個這個很有軍事經驗的人 也不一定會贏對不對 你從結果論來分析大概很難 那可是你在選擇降臨的時候 你不能從結果論來看嘛 對 因為仗還沒有打 我們現在看這個故事 我們說仗衰是對的 我們是從結果論看 對不對 可是對當時人來言 無從預知結果 沒有辦法未卜先知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們在選擇的時候 他們是選擇他們所相信的那個價值 他們到底相信什麼 那現在大家都不會去選一個降臨 是越理越去挑選降臨的時候 你不會去選擇越理越而敦師術的人 為什麼 因為價值觀念改變 經過了2000多年歷史的文化的發展 我們現在越來越相信專業 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專家的時代 什麼事情都是專家 然後一大堆專家 每天都在那邊講不同的東西 可他們還是專家 對不對 Anyway 我們現在屬於一個專業分化專家的時代 所以我們不再相信 越理越而敦師術的人可以為將帥 我們認為一個好的將帥 是要有專業的知識 他要有軍事的背景 對不對 我們比方說我們現在相信這些事情 可是回到2000多年前 這個 呃 軍事的知識技能 他並不形成一個專業領域的時代 戰爭不常發生 所以不會有軍事作為一個專業領域 軍事技能作為一個專業技能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那個時代並沒有出現 那戰爭的 呃 呃 不管是現實或者在歷史的經驗中 戰爭就不多 所以他們就不會去相信什麼軍事的專業 那他們相信的是什麼 他們相信的是你作為一個貴族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你的基本素養 在那個時代裡頭作為一個貴族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的基本素養就是 禮越 世術禮越 世術禮越 所以他們在挑戰戰爭的時候 就採用這樣的標準 這一個我們現在都不會相信的標準 那到底是他們對還是我們對 其實沒有人對也沒有人錯 因為不同的時代相信不同的價值 那你說這個老師非常的相對主義 我想這個學歷史人常常都比較相對主義啊 就是說我們不太相信絕對的真理 大家這些人家會告訴你絕對的真理 我們認為在不同時代裡頭 他們有不同相信的價值 這些價值反映在他們的選擇上 所以在春秋時代 成為將帥的必要條件 看起來還是詩書跟道德 這是因為統兵作戰的才能 在當時不被認為是一種專業跟技能 軍事做為一個領域或者說一種活動 他被放在的是詩書禮越的這種大傳統下面 就是我們用後來的學術定義 我們就說他是一種儒學 是一種儒學的大傳統 這一點在當時是有他的原因 為什麼當時人不相信軍事是一種專業 為什麼當時人相信有詩書禮越的人 懂詩書禮越的人就可以為一個將帥 我們說他是有他的特殊的時空環境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 當中國的歷史持續的發展 到了後來的時代 比方說到了唐代 到了宋代的時候 其實軍事作為一個專業技能已經形成 就是說專長已經開始在分化 我們都知道這個用莊子的話說 道數將為天下烈 就是在古代是一個這個通才 是一個專業不分化的 那在中國大概是從春秋戰國時代 開始專業開始分化 那我們看大概人類文明的發展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是越來越專業越來越分化 越來越分化 越來越專家 然後領域越分越細對不對 你看這個台灣大學的科系 也是越變越多嘛 系所也是越變越多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隨著知識的發展 學術的發展 專業就開始不斷地分 不斷地分 那中國軍事上面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即便軍事已經開始專業分化 成為一個獨立領域的時候 很多的讀書人還是相信 軍事應該是在儒學大團統下面 的一個小領域 它不應該成為一個專門的分支 它不應該成為一個專業領域 這變成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個特色 相對於其他的文明 就是說在中國的歷史啊 始終有一些人相信 越離越而敦詩書的人可以為將領 當然到這些人現在不存在啦 我想在我們現在社會呢 沒有做的 可是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而言 是有一些人是這樣相信 所以他們認為 軍事是在儒學大傳寵之下 懂得儒學就懂得軍事 這變成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趣的現象 這個我們在我們後來的課程裡頭 會再跟各位來說明 好 回到這個西州 回到這個西州到春秋時代 在那個時代裡頭 貴族是經常親自統兵作戰 即便像天子 像周武王伐奏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對 牧野之戰 周武王親自統兵作戰 武王死了 他的這個年幼的兒子繼位 然後東方的諸侯起來作亂 然後周武王的弟弟就是出名的 周公他親自統兵東征 周公當時其實他就是一個天子的身分 那至於他是不是真正的即位成為天子 這個學界有非常多的爭議 爭議不休 有人說他沒有 有人說他有 不過無論如何 他是事實上的天子 可是他也親自的統兵東征 到了之後西州晚期 有這個昭王南征不反的故事 這個也是一個歷史懸案 因為那個文獻上說得非常的不清楚 就說他南征不反 那南征不反什麼意思 就是死了嗎還是什麼意思 那應該是死了 這個一直到春秋時代還變成一個公案 這個禁國的國軍還曾經派使者去問楚國說 問你們為什麼我們的昭王南征不反 然後楚國的那個使者回答說 去問汗水的水聲不要問我們這樣 所以大概可以推知就是 這個他大概帶兵罰楚 然後就可能就在汗水那邊這個死掉 所以才會有這張對話 不過你知道這個史書這個天子南征被幹掉 都很丟臉啊 所以史書是寫得非常非常的隱晦 那你看天子都這樣子 那其他諸侯就更不用說了 天子都會親自統兵作戰 當然其他的諸侯自己上戰場 也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這種文武合一的傳統 一直到春秋時代都是如此 即便是儒家開創者孔子 他自己曾經牽稱君子之士為之學也 這個各位讀論語都讀過這一段 這個衛靈宮問政 論語衛靈宮篇的第一條 衛靈宮問政 然後這個子曰 主鬥之士則常學之矣 君以之士為之文也 大家都讀過這句話 其實孔子是騙衛靈宮的 因為他非常不喜歡衛靈宮 所以他對他說謊 為什麼我們有這樣說 證據 其實孔子是學軍事 這個孔子的大弟子然有 實際的孔子自家記載這個故事 然有為濟氏降師 與其戰於郎克制 這個然有幫這個魯國的大貴族濟氏 統兵打敗了在郎這邊打敗了齊君 然後這個濟氏的這個濟康子 就是濟氏的這個諸侯這個貴族 就問然有說 子之於君旅 學之乎信之乎 他說你為什麼這麼會打仗 你是學來的 還是你的天生就會 本性 然有曰學之於孔子 所以可見孔門 教書的時候是有君士之學 只是後來論語頭我們都看不到 然後只留下了這個孔子說這個 君旅之士為之學也這樣一個記載 可是很顯然那個應該不是事實 我們說大概到春秋時代 這種文武不分的現象都還非常的明顯 可是到了戰國時代 我們看到專業武官開始出現 我們可以說在文武不分的時代裡頭 不過軍事技能基本上是由貴族所獨享的 我們之前跟各位介紹說西州軍隊的主持人 我們也提到了 在戰車上的甲氏應該是 就是這些受過文武合一訓練的這些貴族 一般的平民是不參與戰爭的 他們也不懂得軍事技能 可是到了戰國時代 平民就開始加入軍隊了 軍事的技能也由平民來分享 軍事的指揮工作也變得不只是 貴族在戰爭時期的兼差 在那個陳樸之戰的故事裡頭 能夠明顯看到嘛 這個到了臨時發生戰爭了 臨時派一個這個貴族去統兵 所以他是他兼差嘛 那不是他的正職對不對 可是隨著戰爭發生的平反 這個國家不斷的在捲入戰鬥之中 這個專業武官就開始出現 所以在戰國時代我們看到一種人 一種官員 他們是以統兵作為他們主要的生涯 他們的整個政治生涯的最重要的工作跟成就 就是統兵作戰 這些人往往不具有顯赫的家世 他們不會像這個過去的那些 做指揮作戰的貴族 他們是出身這個貴族世家 他們往往是所謂的少兒好兵 或者是以勇立文 在他們的傳記裡頭 提到他們大概是這樣 年輕的時候就喜歡作戰 喜歡軍事 或者他們非常的勇敢善戰 他們全憑著戰功取得權力跟地位 那這些名將比方說大家很熟悉的白旗啊 王儉啊 臉頗啊 等等 在戰國時期我們一開始 一方面看到這些名將 這些專業的武官開始出現 另外我們也看到另外一種人開始出現 這種人就是所謂的遊士 就憑著什麼三寸不爛之舌 這個周遊各國 這個靠說服國軍來取得權力地位 這些遊士憑著文字或者口舌 為諸侯提供各種治國計畫 然後因此而這個取得權力 這個拜向封侯 所以這些人跟這些專業的武官 這個背景出身的背景啊 他們的生涯可以說不太一樣 專業武官靠著戰場上的功勞取得權力 那這些遊士呢 則是憑著他們的知識 來取得權力跟地位 所以這兩種人因為他們的這個 背景跟他們從事工作的差異 所以呢 往往有所衝突跟排斥 那最著名在這個時代 最著名發生的衝突就是發生在秦國 他們遊士出身的這個相國泛軍 跟名將白起之間的爭執 然後這個是一個這個很嚴重的政治鬥爭 就是我們知道白起最著名的戰功 就是長平之戰 據說他大敗趙軍坑了趙軍四十萬 這個數字當然也是過於誇大了 我們不太詳細有那麼多人真的被殺了 這個是很難證明啊 說當時是不是四十萬人 曾經有這個現代考古的學者 跑到這個這個山西 就是長平就是現在山西南部 他們去進行考古 然後他們挖到了大量的這個海谷 這戰國時期的海谷 他們就說那這是真的 他們說這根據這個古地名的考定 找到所謂的這個他們認為這個長平 在哪裡然後就底下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到很多海谷他們說這看真的真的 曾經很多人真的被殺了然後埋在這 不過各位知道這個這種 這樣的考古很難去證明這個 四十萬趙軍被坑殺的事實 為什麼 除非你挖到四十萬具海谷 你才能證明真的有四十萬人在這邊被埋了 那如果你要挖四十萬具海谷 大家猜一猜要挖多少年這樣 不可能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考古有的時候就是有它的限制 對不對 不過anyway我們回到這個白琴 不過他們在這個長平之戰大勝這個是 是 是事實啊也許沒有殺掉那麼多人 那這個長平之戰因為趙軍損失慘重 所以當時有一種呼聲 或者說當時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就是這個在長平戰勝的白琴會揮軍長驅直入 攻下這個趙的首都漢丹 所以趙國非常的害怕 他們要面臨亡國的危機 所以他們就派人去跟范居講 去挑撥范居跟白琴的關係 他們派人跟范居講說你看現在這個白琴立了大功 將來就要取你而代之了 你的相國的這個地位就不保 所以范居因此就去挑撥 秦王跟白琴之間的關係 白琴在長平戰後 他並沒有長驅的去進攻趙國的首都 他反而帶著他的部隊返回秦國 那為什麼 這是因為長平之戰固然這個 趙軍大敗可是秦軍的損失也非常的慘重 而且那個戰役其實拖了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秦軍這個本身的消耗也非常的大 所以他放棄繼續進攻 那范居就跟秦王講 他說你看這個白琴有問題 他是故意不去滅掉趙國 他其實對你有二心 他明明可以長驅直入滅掉趙國 他去不這麼做然後帶兵回這個回到了秦國 然後呢秦王就因此對這個白琴有猜忌 然後加上這個范居日後的挑撥 結果這個白琴最後就被秦王下定刺死 所以他結局非常的慘了 立了戰功之後的最後的結局是被殺掉 那這個故事這個就被很多歷史學者用來證明說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這個文官跟武官的衝突 所以很多學者就說說在戰國時代 中國因為專業武官出現了 這個武官跟文官之間就會產生這個權力鬥爭 然後導致這些名將的被殺 當然像這樣的故事代表著一個文人 文人出身的官員跟這個武 武將出身官員之間的衝突 但是在戰國時期 文官跟武官的關係恐怕不像許多學者 所說的那麼的絕對 就是說沒有錯啦 這個范居基本上是一個文人 這個白琴是一個武人 所以他們之間發生了權力的鬥爭 可是這雖然是一個例子 可是這不表示在那個時代 文跟武已經決然區分 其實還沒有 畢竟這還是一個專業武官剛剛出現的時代 文與武的區別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舉例而言 一些游士出身的相國 他們仍然會統兵作戰 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裡頭 並不是只有專業的武官才會去統兵 沒有錯我們看到很多例子是專業的武官 他們長期的統兵 可是像春秋時代那種 一個官員他兼職去統兵的例子 在戰國時期仍然很多 比方說我們之前提到的商鞅 商鞅以變法文明看起來是一個游士 可他也曾經統兵作戰 這個獲得戰功 那我比方說各位很熟悉的故事 臉婆跟令相如 這個臉婆是一個武將 他瞧不起這個令相如 只憑著這個口舌而取得這個權位 然後曾經這個一度跟令相如發生衝突 所以在這故事裡頭令相如在一般而言 我們會覺得他是一個游士出身的文官 可是令相如其實也曾經統兵作戰 在戰國時代我們仍然看到了 像剛才提到這個陳樸之戰矽谷的例子一樣 就是在戰爭發生的時候 國軍臨時派遣一個毫無軍事經歷的官員 去統兵這樣的故事春秋時代當然很多 那在戰國時代也有 比方說在趙國有一個後來被認為名將的趙奢 他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趙奢本來是一個負責收稅的官員 因為他收稅的時候這個非常的公正 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然後對於一些貴族 然後權勢很大的貴族 都這個不假這個顏色 就是說你是貴族 你剛才交的稅你還是得交出來 所以他受到這個趙王的重用 這個變成趙王非常倚重的一個官員 可是他不是因為軍事 他是憑著他的財政的能力 然後結果呢有一次這個秦軍發兵攻打 這個韓國 這個韓國在趙國的南邊 然後那個趙王就想這個派兵去救援 那他首先就問了他手下的大將蓮婆 對不對 最倚重的大將蓮婆說 你帶兵去救可不可以 結果蓮婆就跟他說 他說這個秦軍跟韓軍作戰的地方 距離我們非常的遠 而且路過到那個地方的道路又非常的狹展 然後我覺得沒有把握 他的回答就是道遠路險難救 他說很難啊很難不太可能 所以呢趙王碰了一個釘子對不對 他就去問另外一個大將叫月勝 是名將越義的弟弟 然後就問月勝說這個你覺得怎麼樣 就月勝就跟他回答 跟蓮婆一樣就是道遠路險難救 就趙王還不死心 他就把趙舌找來說 你覺得怎麼樣我們去救韓國 結果趙舌就說道遠路險 他一樣大家都知道 客觀條件就是這樣道遠路險 他說可是呢他底下的結論就不是難救 他說道遠路險譬如兩屬鬥於霞中 降勇者勝 他說道遠路險很難 可是呢就好像兩隻老鼠 在一個非常狹小的通道裡頭打架 降勇者勝 就是說哪一邊的降領比較勇敢 那一邊就會勝利 那道王一聽到很高興啊對不對 降勇者勝對不對 你說的喔那你去 所以這個人就派去捅兵了 對不對 就因為他這樣說嘛 那夫納以言對不對 還是喔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故事對不對 先問你聽你說什麼 就趙舌說這個道遠路險可是呢 降勇者勝 所以民事已共嘛 你說能去 結果呢趙舌一戰大破勤軍 就是他的確實現了他的說法 就是他降勇者勝 所以就變成名將 你看一樣跟那個矽谷的例子 非常的像 對不對 雖然雖然這個是已經從春秋道的戰國 所以這樣的例子還是仍然存在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看到了一些專業武官的出現 可是這些人並沒有真正壟斷了所有統兵的機會 那種過去文武不分的那樣的一些勢力 仍然在這個時代出現 所以戰國時代並不能說中國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或者絕對的文武之分 事實上這個歷史的發展並沒有那麼快 中國要出現明顯的文武官之分是要到唐代 唐代才開始才變得絕對變得很明顯 那還是大概要1000年以後的事情 不過無論如何 戰國時期的確是中國專業武官開始出現的時代 專業武官越來越多 而且我們看到了一些家庭 他們是世代承襲這種軍事的工作跟軍事的技能 而形成了武將世家的現象 就是一些家庭他們可能父子相繼都來統兵作戰 然後這個呢一代兩代三代都是這個稱為名將的這個故事 這樣這樣的例子也在這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 但是有趣的是是這一點 就是專業武官出現了 連武將世家都出現了 可是在史書裡頭我們看到的評價 卻是非常的負面 顯然一種新的歷史現象出現了 新的也可以說它是一種文化現象 一些專業武官出現 可是在史書記載裡頭你會看到 後代的史家在討論這些人的時候 對他是沒有什麼讚美的 相對而言是批評 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我們看戰國時期的 這些專業武官的結局 他們基本上都是悲劇 我們現在用現代人的觀念可能會視他們為悲劇英雄 就是說他們結局不好 可是這些人其實很能幹 立了很多的功勞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英雄人物 可是有趣的是如果我們看 中國傳統歷史家對他們的評價 比方說我們看漢代的歷史家 對於戰國時期這些武將的評價 他們根本不把他們當成一種英雄 而他們對他們有諸多的批判 這個概念我覺得值得注意 那我們先來說一下為什麼 戰國時期的專業武官常常以悲劇收藏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跟戰國時期國軍的態度 他們服務這些國軍為這些國軍效力 這些國軍的態度有關係 跟春秋時代相比 戰國時期的君主很少自己上戰場 很少七零戰爭 這個春秋時代這些什麼武霸啊對不對 春秋武霸他們建立霸業都是自己上戰場 基本上都自己上戰場統兵建立戰功 可是到了戰國時期我們就很少再看到這樣的例子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當然這個原因其實也不太好來探究 可是我們的確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春秋時代的國軍會上戰場和戰國時代就不會 也許這是因為從春秋到戰國 我們看到的是國家規模的擴大 春秋時代小國都一個一個被兼斃嘛 所以留下來的國家它的規模就越來越大 國家規模大了以後 整個政府的規模當然也隨之擴張 一個國家變大 那個政府要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多 規模就擴大 所以呢 政府規模擴大以後 專業分工就可能會出現 出現一種專業的分工 所以有專業的五官 他們這個主要的工作就是統兵 像這樣的事情 所以既然開始專業分工了 這個軍事的專業就交給這些 這個武將來做 這也許是一個原因 但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可能是因為從春秋到戰國 國軍的權力越來越大 他們的生活也越來越奢侈 比如說這個隨著他們的國力 國家的規模擴大 他們的國力越來越強盛 國軍享用的權力 跟他們的生活都發生了轉變 這些生活奢侈的君主 已經不再像他們祖先那樣子 具備一種積極奮發的精神 所以他們不太願意上戰場 因為上戰場其實非常的辛苦 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住在宮殿裡頭 這個那麼多的人伺候你 這麼多的女人陪你 這個和其的這個享受 可是到了戰場上 這個不論衣食住行都變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也可能是因為這個戰國時期的君主 他們已經成立於這種宮殿的生活 宮廷的生活 所以他們就不再願意到戰場上 這個去這個奮鬥 那因此呢 國軍就會以眾職業將領來為他們服務 因為我自己不上戰場嘛 所以我把兵權就交給一些人 讓他們去幫我來作戰 可是當國軍以眾這些職業將領的時候 雙方就會產生一種緊張的關係 我以眾你 我把兵權交給你 那萬一你叛變 那我就糟糕了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國軍越以眾這些將領 國軍其實就越猜忌他們 因為以眾的躍身就表示這些人 一旦反叛就越危險 所以因此在戰國時代 當我們看到了專業武官出現的時候 這些武官跟國軍之間 是一直存在一種緊張的關係 就是國軍既依賴他們又拆忌他們 這種關係 因此因為國軍拆忌而爆發這種 諸殺驅逐名將的故事 在戰國時期這個各個國家都出現 所以我們看到戰國時期這些靠著軍功 這個名文一時的這些武將 都沒有好下場了 很少很少有好下場 絕大部分沒有好下場 戰國早期的將領如武啟 武子敘 大家都知道這個武子敘的故事 這個武子敘的故事還很清楚吧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 這個 武國利用他然後這個稱霸 可是後來這個武王就逼他自殺 對不對 像這個武啟 他是因為這個得罪了很多的貴族 所以貴族後來起來叛電把他殺掉 那像晚期的名將 像這個秦國的白喜 趙國的李牧 都沒有好下場 這個我們上次已經談過白喜 對不對 更重要的是 這些人沒有好下場就算 沒有好下場是一種歷史事實 那可是呢 後代的史家在談到這些人的這個歷史 在談到他們的軍事生涯的時候 對他們有很多苛刻的評語 我們舉幾個例子讓大家讀讀看 這個我們先舉史記的例子 這個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 在描寫戰國時期的這些名將的故事裡頭 我們舉的是這個白喜王簡列傳 史記的卷37的白喜王簡列傳的這個故事 實際把白喜跟王簡放在一起來寫傳 是因為這兩位將領是秦國戰功最助的名將 而且的確秦國靠著他們的在戰場上的功勞 最後統一了六國 白喜大家知道他沒有好下場 可是王簡是一個例外 王簡他幫助秦始皇滅了六國 後來保全富貴一直到他死掉 所以他是一個很少見的例外 就是他是一個專業武官 立了無數的戰功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他最後沒有被皇帝殺掉 他一直保全他的公民富貴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人非常的聰明 他知道國軍拆擠他 所以他永遠非常非常小心的 處理他跟他國軍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故事是這個 他統兵根據紀錄說 他統了六十萬的軍隊去滅楚 要去攻打楚 然後他在出兵的過程裡頭 不斷的上奏給這個秦始皇 他帶兵出去走了一段路 他就派一個使者回去跟秦始皇說 報告大王 你可不可以再多給我一些田地 然後再走一段 然後又派一個使者去 報告大王 你可不可以再多給我一點錢 這樣 然後他旁邊的人就說 將軍你怎麼這麼的貪婪 一天到晚就要這些東西 這個你手上握有重兵 然後你一天到晚跟你的國軍去要這些錢啊 地啊這些東西 然後他說我貪婪嗎 我為什麼要貪婪 因為他那時候年紀已經很大了 他說我為什麼好貪婪呢 我年紀已經很大了 他說可是呢 現在秦國絕大部分的部隊都在我的麾下 你以為秦王不會猜忌我嗎 他說秦王當然很猜忌 他說國家絕大部分的武力都在我的指揮之下 萬一我叛變了 他說他就完蛋了對不對 他說秦王猜忌我猜忌得要命 那我怎麼樣讓他覺得我是可靠的 他說很簡單 就讓皇帝覺得我很貪婪 因為一個人他如果他只貪錢嘛 所以他一天到晚跟皇帝去要錢 那皇帝就說這個人很貪錢 貪錢很好 貪錢很簡單嘛 給他錢就可以打發嘛對不對 所以我要讓皇帝覺得我很貪財 所以皇帝就會覺得很放心 因為我貪財嘛 所以我不會要別的東西 貪財很簡單給他錢嘛 你要給你錢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做很多事情 讓別人看起來覺得很荒謬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皇帝的裁忌 讓皇帝能夠放心 不要把他帶兵帶到一半 皇帝拍一個獅子來把他殺了對不對 所以王儉是一個例外對不對 所以如果史記這個白喜王儉列傳 史記的白喜王儉列傳 這個故事它是停在這個王儉幫秦始皇滅了六國 然後他保全公民富貴一直到老死的話 王儉的故事會有一個好的結局對不對 至少我們一般的概念裡頭對不對 他沒有死於非命沒有被殺掉 可是如果各位去讀白喜王儉列傳 司馬遷不是這樣寫的 司馬遷沒有讓故事停在王儉死掉 雖然這個傳是叫做白喜王儉嗎 那應該是王儉死掉 這個傳就要結束對不對 可是司馬遷不讓他結束 他繼續往下寫 各位在頭影片上面看到的這一段文字 就是白喜王儉列傳的最後 也就是這個故事的結尾 故事的結局 我們看一下司馬遷怎麼寫 那秦二世之時 這秦始皇死了 他的兒子胡亥繼位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即位的時候王儉跟他的兒子王奔皆已死 王儉跟王奔都死掉了 然後又滅蒙世 蒙世就是蒙田這個家 蒙田是這個家族 是秦國的另外一個武將士家 他們也是三代統兵 可是因為蒙田捲入了這個二世的 這個即位的爭議 因為他支持秦始皇的長子 扶數歲必秦二世殺掉 然後把整個蒙世全部都殺光 整個族都殺掉 所以又滅蒙世 也就是說這個王家的第一代第二代死了 那蒙家全部都被殺掉了 所以後來這個陳盛之反秦 秦始王儉之孫王黎即兆 這個陳盛吳廣起兵反秦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 這個最早起兵反秦了 然後陳盛吳廣起兵之後 東方的過去的六國就紛紛的成立 那為了鎮壓東方的叛亂 秦就派王儉的孫子 叫做王黎 帶兵去集當時新成立的趙國 為趙王即張爾 聚入城 所以一開始秦軍的行動很順利 所以他們很快的把這個趙國 這個興起的勢力 包圍在巨路那邊圍攻 然後有人就說禍約就是說 不知道是誰啦 有人這樣說 然後當時就有人這樣說 他說王黎秦之名將也 金將強秦之兵 這個強就是強大的強 這是強大的強的古字 強秦之兵公新造之兆 新造就是剛成立的趙國 然後現在王黎他也是秦國的名將 然後又帶領這個強大的秦軍 去攻打一個剛剛成立的趙國 舉之必矣 舉就是克的意思 就一定會攻克 一定會勝利 有人這樣說這個禍約不知道是誰 然後克約 可是有另外一個人也不知道是誰 他提出了反駁 然後有另外一個人就說 不對 他說不然 夫為將三世者必拜 必拜者何也 必其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 有一個人說不對 不對 王黎不會勝利 為什麼呢 因為為將三世必拜 就是說一個家族他如果三代為將 父子孫三代為將 他最後一定會輸 為什麼呢 因為是報應 因為祖先殺人太多 這個三代為將嘛 就表示這個家族殺人很多 因為你要成為名將 一將功成萬古哭對不對 一定殺人很多 然後這個報應沒有報到自己的身上 就會報到他的後代 其後就是他後代 不祥就是災禍 這是災害 然後現在王黎是三世將 所以他一定輸 因為他祖先的報應都報在他身上 所以他一定輸 然後史記最後說 居無和過了沒有多久 項羽就造集行軍國魯王黎 王黎今遂祥諸侯故事結束悲劇 對不對 圍將三世的地板 所以很顯然司馬先是故意的嘛 對不對 他故意給你這樣的一個結局 他告訴你 這個像王家這樣的一個三代為將的 秦國的這個名將的世將 最後的結局是悲劇 他沒有一個好的結局 為什麼 因為是報應 請注意喔 這個 在這個時代佛教還沒有傳進中國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講報應 常常都覺得這個是佛教的觀念 其實不是的 中國早就 這是個中國傳統的概念 中國的傳統概念 就是認為很多事情都會有報應的 而不報在自己的身上 就報在子孫 之後受其不響 所以也就是說司馬遷在寫王黎這一個家族的故事的時候 他就指出了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為將三世必拜 為將三世必拜 因為我們現在的觀點我們可以這樣說 就是當中國的武將世家剛成立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人也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課是誰 我們只知道司馬遷把這個故事記載下來 我們不知道是誰說的為將三世必拜 可是很顯然當時流傳了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一個理念 就是武將世家不會有好結果 到第三代就會完蛋 也就是說中國的武將世家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中國人就給了他一個詛咒 因為我們現在的話 這個為將三世必拜 應該可以說是一個curse 一個詛咒 就預言他 他一定會完蛋 這樣的觀念 非常的強 因為你可以看中國歷史上 不斷的看到這種為將三世必拜的概念出現 那為什麼會認為為將三世必拜 它主要是一個道德的預言 就是說你殺人太多不道德 不道德就會有壞的報應 不道德就會有壞的報應 司馬遷是這個西漢的史學家 我們再看一下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寫的漢書 在漢書裡頭他同樣的對戰國時期的名將有所評價 在漢書的刑法制裡頭 俊而之三的刑法制 班固對於中國古代的軍事做了一個概括性的回顧 那為什麼軍事被放在刑法制裡頭 這是因為班固認為 國家有一個國家他有各種的刑法 那刑法之中最大的最嚴重的就是戰爭 國家他可以對人民施以各種刑法罰錢 拘禁 葬折 斬首 那刑法最高的層次就是用武力去鎮壓 所以刑法最大的就是兵 所以漢書的刑法制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在回顧中國歷史上的軍事 就是漢代以前的軍事 那為什麼把它放在刑法 因為這是中國人的概念 軍事是一個國家所掌握的最高的 位階最高的一種刑法 這個處分的這個手段 可是我們的重點不在於此 我們的重點在於 班固怎麼描寫這個戰國時期的武將 我們看一下刑法制裡頭 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那刑法制很長 有時候我覺得這一段文字很重要 班固說 凡兵所以存亡即決 就亂除害也 你看到這樣的觀念 你大概覺得這個兵放在刑法裡頭來討論 倒也有他的道理 因為他一開始告訴你 為什麼要有軍事隊 為什麼要有戰爭 他的目的在於存亡即決 就亂除害 也就是說戰爭是為了正義 是為了道德的目的而存在 戰爭不是為了別的目的 戰爭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為了正義跟道德 存亡即決 就亂除害 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 才應該發動戰爭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班固很明顯的把戰爭賦予一個道德的意義 那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不是班固自己的意見 你從我們看左傳裡頭說的這個 越裡越而之詩書可以為降 這個你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概念 對不對 這個為降的前提在於道德 那其實這兩者在我看起來是相通的 也就是因為戰爭的目的是道德 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執行道德 執行正義 所以有道德能才可以為降 我想這個觀念應該是相同 好 所以他就說 既然戰爭的目的在存亡即決 就亂除害 所以他說 像故一旅之將 子孫有國與桑州必 所以他說 你看上古時期的名將 像湯的依隱 周的旅上 就是太公啦 這是這個 我們之前講的太公旺 就是大家熟知的小說裡頭 江子雅 他說像淤隱旅上 他們作為大將 他們的結果是 子孫有國與桑州必 為什麼可以這樣 因為這些人有道德 因為他們統兵作戰 是在執行正義 所以他們的子孫有好的結局 不僅是自己有好結局 他們子孫都有好結局 世世代代可以享受封國 他們的國座跟商代跟周代一樣的長 所以叫於桑州必 可是他接下來就說 他說至於末世 所謂的末世就是指戰國時期 他說可是等到了戰國時期 苟刃詐曆以快貪殘 他說可是戰國時期 我們的將領就不是 依營旅上這樣的將領了 戰國時期的將領是 只知道奸詐蠻曼曆 然後呢 他們統兵只是以快貪殘 以是滿足自己貪婪跟殘忍 結果是真誠殺人移成 真地殺人蠻野 所以到了戰國時代 戰爭就不再是在執行正義與道德 戰爭的結果是自為的殘酷 所以他說結果呢 孫無傷白之徒 皆深入於前而國滅亡之於後 所以他說結果這些統兵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孫無無己商鞅白起 這些孫無傷白之徒 都沒有好結果 深入於前自己被殺 然後他們自己的國家也就 這個後來也跟著滅亡 所以他說報應之士各以類智 你看他報應來了 報應出現了 報應之士各以類智 祈禱然也 所以有道德的人 有道德的將會有好的結果 沒有道德的將就一定註定悲劇 你可以看到 再一次的中國歷史家用道德 為武將的結局做了一個這個判斷 做了一個評價 中國傳統的史家 他們從一個道德角度來看待戰爭 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軍事將領的結局 這樣的概念一直流傳 中國最重要的四本史書史記漢書 三國治後漢書 在這個號稱為四史 我們再看一下范葉 這個在南朝時期所寫的這個范葉的後漢書 你可以看到相同的概念 後漢書在描寄述東漢的歷史 范葉在寄述東漢歷史的時候 他記載了東漢的名將叫做耿眼 這是光武帝手下的大將 然後耿家是漢代重要的這個世家 他們世代掌握這個政治的大權 我們看一下范葉在這個耿眼傳 最後他對這個耿眼這一家這個家族 做了這樣一段的評語 這評語是什麼 他說三世為將道家所寂 什麼叫三世為將道家所寂 就是這邊所謂的為將三世者必拜 這邊的道 道家不是指老莊 不是老莊的那個道 這邊的道家是指懂得道的人 就是你懂得道 道在中國傳統概念就是 這個人間萬事萬物的基本原則 如果你懂這個道的人 你大概都知道 三世為將是一種忌諱 為什麼 因為為將三世必拜 必拜者和也 必其殺伐多以其後受其不祥 大家都知道這個道 他說可是我發現了一個例外 他說大家都知道這個概念 可是我發現一個例外 就是耿氏壘業與公民至終 壘業就是壘氏 如果找到一個武將家族 他不知道第三代就完蛋了 他沒有完蛋 他世代世代掌握權力 統兵參政 可是都有好的結局 所以范葉就自己去回答 這樣的一個疑惑 他說將其用兵欲以殺子殺乎 何其獨能農也 他說難道不是 這不是因為耿家的人 在用兵的時候 他的目的是為了以殺子殺 否則我們如何的來解釋 他成為歷史上的例外 為什麼這個家族可以興隆 其他的武將世界都完蛋 到第三代都完蛋 可是我看到了耿家是例外 我想我想這個大概很難 很難有人去判斷耿眼在用兵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以殺子殺 就是他殺了一個人的時候 心裡想我救了十個人這樣子 這個我殺一個人就說 我阻止另外一百個人被殺這樣子 我們想這個恐怕這個 不是一件容易的可以確定的事情 不過很明顯的歷史家 他是用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解釋 他們所看到的歷史現象 他們所看到的結果 歷史的結果就是更加可以 累業以公民至終 所以他從一個道德的角度來做了一個解釋 他說為什麼他們是例外 因為他們的用兵是道德的 他們是跟這個一旅之將一樣的 我為什麼在這邊要舉這個三個例子 來跟各位說有點永長 可是我主要的是要強調 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解釋裡頭 戰爭被賦予強烈的道德意涵 也因此執行戰爭工作的將領 他也被要求有很高的道德 如果他沒有這種道德 如果他被認為他沒有辦法執行這些道德 即便他立了很大的戰功 他在歷史上仍然是被貶抑 也就是中國的傳統歷史家 他不歌頌殺戮 你殺人很多 這個不是你的credit 你殺人很多 你打下了很多的領土 這沒有什麼好被歌頌的 相反的 中國歷史家看到的是另外一面 你戰功很多表示你殺人很多 那你殺這些人是不是應該的 你是不是為了 只為了貪殘 為了欲望去殺人 去擴張疆土 那如果是的話你就應該被批判 除非你是一個執行正義的這個戰爭 否則你的戰功都是要被批判 這一點是我們了解中國軍事史的時候 我們必須注意的 就相對於世界上的某些文明 他們會去歌頌戰爭英雄 中國基本上不太歌頌戰爭英雄 這是中國文化你可以看到從 大概從漢代以後就是如此 這個基本的這個原則就被建立起來 這個基本的原則的最明顯的表現 就是唯將三次必敗這一句話 這個概念 你不要說一句話吧 應該說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在中國歷史上反覆的出現 你看到後代不斷的有人提這個概念 唯將三次必敗 所以中國文基本上不歌頌戰爭 不歌頌這個建立很多很多戰功的人 而相對的他們批判中國歷史家 批判戰爭的殺戮 批判戰爭為這個人類帶來的這些禍害 這個變成中國整個文化裡頭一個有趣的矛盾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老師 一個哈佛大學 我曾經去哈佛大學休課 然後那個哈佛大學一個教中國史老師 有一次就在閒聊的時候 他說他還記得他學中文的時候 那個中文的課本 他好像是說他去中國大陸學中文 然後那個中文課本的第一課就是中國人 然後他就說 然後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 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 他說這是胡說八道 中國人愛好和平 中文最愛打仗這樣 就是說他作為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 他會跟你說 中國人愛好和平 中國人很喜歡打仗這樣 這個很有趣啦 我們知道中國在某些時代裡頭 這個中國的君主被批評 這個太愛用武 太愛動兵 太愛徵伐自宜 這是事實啊 可是我不認為這個就代表中文 就特別愛打仗 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個問號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國在某些時代裡頭 國軍對外非常非常的積極 喜歡發動戰爭 去攻打這個他的周邊的這些鄰國 這當然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在中國的文人的記載裡頭 在中國以讀書人為主的這個文化概念裡頭 基本上不太歌頌戰爭 也不太這個反對殺戮 我想大概是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說你在中國的文化裡頭 你很少看到歌頌戰爭的那種勝利的那種文學 比方說你讀唐詩對不對 唐詩裡頭有很多很多的編賽詩 編賽詩的基調絕大部分是反戰的 怎麼年年戰場埋荒谷 空見葡萄入漢家 那是反戰啊 這個醉莫殺場 駒莫笑谷來征戰幾人回憶 像這樣的詩 基本上都是在描寫那個戰爭的殘忍對不對 這個或者說這個從用婦女的口吻來反對戰爭 什麼忽見末頭楊柳色 悔叫夫婿蜜蜂猴 比如說那個一個婦女一個人孤獨一個在家 因為她丈夫跑出去打仗要去蜜蜂猴 這個覺得非常非常的後悔 同樣這個基本上是反戰 然後在中國的繪畫雕塑裡頭 你都看不到什麼歌頌戰爭 比方說這樣中國軍事化就非常的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稀少 你找不到 基本上找不到說歌頌那個戰爭的 這個光榮勝利這樣的一個藝術品 那我們之後還會再跟各位做更多的介紹 好那我們對於戰國時期專業武官的介紹 我們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在接下來的時代裡頭 當然我們會看到不斷的專業武將 因為戰國時代是這個軍事專業化的一個開端 接下來的時代以後這個發展越來越強 軍事開始專業化以後 一方面我們看到專業武官的出現 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軍事的論著 賓書 賓書開始出現 這個專門討論軍事討論戰爭的書籍 那我們在一開始把傳世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一些重要的古兵書 跟各位做一些介紹 就是說我們簡單的把這些書稍微的跟大家說一下 這些書的一個背景 那傳世的必須書裡頭最重要當然就是孫子這本書 這個他可以說是中國傳統軍事著作中影響最深遠 這個也最受人矚目的一個著作 孫子這本書影響力可以說這個是全球性的吧 他被譯成各國的文字 孫子這一本書的英文譯本就超過100種 就是他在不同的時代裡頭不斷的被翻譯 就超過100種 在美國所有的軍事學校裡頭 孫子都是一個必授的課程 我曾經在美國開會碰到一個 美國空軍學院的一個老師 然後他跟我們說 他說他來跟我們談一下 美國軍事院校裡頭的孫子教學 雖然他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國歷史 可是他在空軍學院教孫子 那當然他可以這樣 因為他不需要懂中文 因為孫子早已經被翻譯成各種歐洲文字 他不需要看中文 大概知道孫子在講什麼對不對 所以他影響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本書到底是怎麼樣的這本書 這本書到底什麼時候寫的作者是誰 長期來看法都非常非常的分歧 他恐怕跟很多春秋戰國時代的作品一樣 他不是一個人在一個時期所寫成的 而是一個大概是在一個長的時期裡頭 不斷的經過這個改寫編輯 所以現在的學者認為 這個他這裡頭的書 可能有一部分是在春秋晚期寫的 有一部分是在戰國時期中期寫的 那現在學者認為他這一本書的 以後反映的思想是源自這個 春秋戰國之交的這個著名軍事家孫武 在春秋戰國之交 這個在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 有兩個重要的軍事人物都姓孫 一個叫做孫武 另外一個就是孫病 這兩個人是不同的人 長期以來孫子這一本書的作者 或者說他反映的思想 到底是孫武的思想還是孫病的思想 爭議不休 甚至還有一些學者 過去有一些學者他們主張孫武跟孫病 根本就是一個人 這種說法都有 可是這樣的說法 到了1972年 山東在現在的山東 有一個漢墓叫做銀雀山一號漢墓 出土了一批漢減 這批漢減他的書名就叫做孫病兵法 他讓這個爭議暫時劃下了句點 就是我們透過了考古挖到了另外一本著作 這本書名就叫做孫病兵法 那當然很明顯它是代表的是孫病的這個學術思想 這本書學者判斷他應該是在戰國晚期寫成的 是由孫病的門人來寫的 也不是孫病自己寫的 那既然孫病的兵法是另有其書 所以學者就用消去法說孫子這本書的思想 應該是源自於孫武 我們歷史研究用消去法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 我們並沒有直接證據 證明孫子這本書的思想就是孫武的 我們只是用消去法 戰國時代有兩個重要的軍事家 我們把孫病消去所以剩下孫武 這也就是說沒有直接證據 因為孫子這本書都沒有寫他作者 這本書就叫孫子 從頭到尾都沒有交代他的作者是誰 那簡單來說消去法在我看起來是一個不可靠的 就是說只是我們沒有證據之下 我們勉強 所以我這邊說因源自於孫武 就是大概啦可能啦 沒有人可以確定 這個也許哪一天又挖到什麼東西 又挖到什麼書 就推翻這種說法 也不一直知道 我們根據目前的證據大概是這樣說 孫病兵法長期的埋於地下 所以大概這個漢代以後 人就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了 長期埋於地下 所以我們到了20世紀後半期才看到 重新把這本書發掘出來 所以這本書在孫病兵法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裡頭 它的影響非常的有限 因為這本書後來就失傳了 然後是我們現在透過考古 重新把它挖到 在傳統的冰學裡頭孫吳是並稱 就是說孫子跟吳子這兩本書 其實都是傳統冰學裡頭很重要 不過就對現代社會的影響而言 當然吳子這本書就不像孫子 那麼受到重視了 因為吳子這本書其實也比較短 好 吳子這本書 他陳述年代也不太清楚 大概是戰國中晚期的作品 脫明是春秋末年的著名軍事家吳子所作 但他也不是一個春秋時候的作品 好 再下面一本書叫《六濤》 我們之前在課堂上也跟各位介紹過 這本書又叫做《太公六濤》 因為他脫明是這個齊太公 就是這個呂上 然後這本書的形式是以呂上與周武王 對答的方式來組成 就是這本書的基本的內容 你看到的就是說這個 周武王問太公一個問題 然後太公加以回答 那在《銀雀山》一號的漢幕裡頭 我們出現了 看到了六濤這本書的產檢 所以這本書一定是漢代之前的作品 所以大概我們推測是在戰國末年 再下來一本書叫做《三略》 什麼時候成書的也不太清楚 這本書是什麼呢 相傳這本書是黃時公傳給張良的那一本書 這我不知道各位 知不知道黃時公跟張良的故事 就是那個張良不是要去跟一個老人見面 對不對 張良就是要請一個殺手去殺 他秦始皇就失敗嘛 所以他就躲起來 他逃避追捕躲起來 然後就說他有一天碰到一個老人 對不對 老人就叫他去撿鞋子 然後他就把鞋子撿給老人 老人就說如此可笑呢 那你幾天以後到橋上來見我對不對 然後結果張良每次去都比老人晚對不對 然後就被老人罵一次罵一頓 然後最後張良就乾脆晚上不睡覺 然後就到那個橋上去等老人 結果最後終於他比這個老人早到對不對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這故事告訴我們老人晚上常常都睡不著 然後結果老人就很高興 然後就拿了一本賓書給這個張良 然後據說張良就這個憑藉著這一本賓書 後來輔佐劉邦然後統一了中國對不對 然後說他後來功名富貴以後要再去找這個老人 結果找不到這個老人只找到一塊石頭 比如說這個老人到底是人還是石頭 其實也搞不清楚啦 就好像莊子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人 還是自己是蝴蝶一樣對不對 我常常也覺得這個 我可能只是一隻蝴蝶子做夢到來上課這樣 對 Anyway 所以你要不要相信這個故事我不知道啦 就是說你要相信這個石頭會有一本書 從石頭蹦出來這樣 這個跟孫悟空從石頭蹦出來這樣 不過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據說這本書就是那一 黃石公傳給張良的那個賓書 不過我們大概就覺得他大概就是 這個戰國道漢代之間的一個作品 所以你看到這些古賓書都有很 一些神秘的色彩啦 常常我們都搞不太清楚到底作者是誰 他都有一些富有歷史淵源的故事 再來一本書叫做《衛廖子》 這本書也是長期爭議不休的作品 在戰國時代有兩個衛廖子 一個是梁惠王時代 就是衛國啦 這個衛廖王 梁惠王 就是說戰國早期有一個衛廖子 大家對梁惠王都很熟悉嘛 對不對 你在這個高中讀那個什麼中國文化 什麼教材對不對 第一篇 孟子打開這個 孟子梁惠王篇 梁惠王約手 我不遠千你而來 必然將有利於我國乎對不對 這是在那個孟子那本書裡頭 看起來那個不太聰明的那個國君嘛 不過大家都不要覺得很奇怪啦 就是戰國時期的很多的書 都是以這個君主來問問題 然後那個作者來回答的這個方式來呈現 那個君主問的問題通常都看起來滿笨的這樣 好 這個梁惠王時代有個衛廖子 然後在秦始皇的時代有另外一個衛廖 就與李斯齊明 這個是秦始皇手下重要的這個搭乘 好 所以有人說這個是一個戰國前期 梁惠王時期的衛廖 有人說不是不是 這其實是一個秦國的秦代的作品 是這個衛廖 所以那也是爭亂不休 然後這本書叫做《司馬法》 這本書非常的少 內容很小 只有五篇 傳世的《司馬法》只有五篇 那什麼是《司馬法》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的記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 也就是說根據司馬遷的說法是《司馬法》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賓書 在三代的時候就有《司馬法》 是古代聖王記錄這個跟軍事相關資訊的書籍 所以司馬遷就說他說後代的這個賓書 賓書都是《司馬法》的支流 就是中國賓學的始祖是《司馬法》 後代的賓學是跟《司馬法》這個流傳出來的 《司馬法》作為一個這個時代久遠的古籍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在許多中國古代文獻裡頭都看到 當時的這個文獻裡頭會引用《司馬法》 比方說左傳裡頭就看到很多引用《司馬法》的地方 可見這一本書是一個流傳久遠的書籍 只是問題是如果我們把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司馬法》這五篇 跟古書裡面真影的《司馬法》拿來對比 你就會看到這個文字內容有諸多的出入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說傳世的《司馬法》恐怕不是這個 在周代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的那個《司馬法》 那到底這個《司馬法》它是誰寫的 現在我們看到《司馬法》是誰寫的 什麼時候寫的其實還是搞不清楚 我想這些搞不清楚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訴各位 這六本著作就是孫子 吳子 六濤 三月 魏料子跟司馬法 為什麼要介紹這六本著作 因為這六本著作非常重要 這六本著作構成了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核心 就是中國古代的兵學的這個思想 基本上就是建立在這個 這六本書裡頭所傳遞的資訊上面 尤其是孫子最為重要 孫子又是其中最重要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的兵學發展 它曾經出現了嚴重的斷層現象 就是中國古代的兵書 在戰國時期大量的出現 可是到戰國以後 兵書的寫作就突然就衰落 因此當漢代以後的人 他們要研究兵學 他們所看到的 主要的他們能夠根據的 主要就是戰國時期的兵書 而戰國時期的兵書到了漢代滅亡以後 比較普遍流傳的就是這六種 就是孫子 五子 六濤三略 未了子 司馬法 我們說過孫命兵法其實後來都失傳 然後埋在地下 我們剛介紹這六本的藝術 因為它重要性非常高 它早就被翻譯成白話文 它其實也被翻譯成很多不同的文字 像英文各位要去 如果你不喜歡讀白話文 你說我要讀英文有沒有 有這個你去圖書館去找 都可以找得到這些書的英文的藝本 而且這個英文藝本其實還賣得滿好的 這個很有趣 這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這六部古兵書 它後來照宋代被編在一起 然後到了20世紀末的時候 在美國有學著把這個 編在一起的這六本兵書全部 就孫子這些六種兵書編在一起 全部把它翻譯成英文 然後據說它第一年就賣了兩萬本 這個實在是很誇張 所以我們知道 隨著戰爭的受到重視 這種軍事思想技能 成為這個專門 成為一種專門的學術 所以到了漢代 就稱之為兵家之流 請注意兵家之流的說法 是要到西漢晚期才出現 它不是一個戰國時期的概念 戰國時期開始出現了兵書 可是這些書並沒有被歸類成 這個 某一種學說 知道漢代的人 他們去整理戰國時期的思想 形成了所謂九流十家的概念 才出現了這種兵家之流的說法 我們用兵家之流的概念來看待這些兵書 其實我們會發現 所謂的兵家之流的這些作品 這些兵書 他們談論的範圍是相當的廣泛 雖然漢代的人稱這些書 給他一個category 給他一個範疇稱之為兵家 可是事實上我們去看這些書 你會看到他們所談論的內容 涵蓋相當的廣泛 這些書的作者 他們大概都知道 決定戰爭的因素是非常的複雜 戰爭戰場上哪些因素會影響戰爭 不是只有軍事因素 他們也很顯然的認識到 戰爭是政治的一種手段 戰場上的勝利 往往本於政治上的勝利 因此這些兵書的內容 固然以討論軍事跟戰爭為主 可是都會牽涉到治國的原則 就是一般政治性的原則 這些兵書都會討論到 理論上他們這些書 是所謂兵家之流 他們主要是在討論軍事跟戰爭 可是你實際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牽涉的範圍 其實遠大於此 遠大於我們現在概念中的軍事 也就是說我們講過 戰國時期是一個文武分化 開始出現的時代 但是文武之分並沒有變成一個 非常的絕對非常的明顯 所以因此在當時所謂的兵家 就是說這些對軍事有所專業的這些人 或者說專門以處理軍事工作為專業的這些人 他們的角色其實也就不止於軍事 所以反映在兵書裡頭 你就會看到這種兵書 他們固然討論戰爭 可是也會談論許許多多治國的原則 多絕大部分的兵書 他們利潤的基礎 都是站在將領的立場來討論 就是說他們討論這些內容 他們的立足點是什麼 大部分兵書大概都是站在將領的立場 他們強調這個將領對國家的重要 強調君主要對將領絕對的授權 從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在兵書裡頭你會看到他們不斷的 反覆的強調軍事的重要性 將領的重要性 然後要求國軍對將領這個至為的尊重 不過我們在兵書裡頭 在這些兵家之流的著作裡頭 我們也可以看到少數的書 他們是從君主的角度來出發 他們從君主的角度出發 討論君主與將領之間的這種互動 比方說三略是一個例子 三略裡頭就有提到 他說君主如何與立下大功的將領來相處 你的將領為你作戰立了大功 那你要怎麼辦 那三略就是說 對於立了大功的將領 一定要解除他的權力 就是說他站在君主角度來說的 就是說將領立了大功 立了大功其實對君主就構成危險 君主一定要想辦法解除他的權力 解除他的兵權 可是三略強調說 那你君主要解除這個將領的兵權 那你要怎麼做 三略就是說你不可以急躁 不可以急躁 因為急躁了一定是兩敗俱傷 然後他說你要解除將領的兵權 沒有錯可是你的做法要非常的溫和 要在保存將領的顏面 保存他的地位的這個原則下 逐步的解除他的權力 然後達到這個君主與這個立戰大功的將領 雙方這個和平相處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賓書的內容真的是非常的複雜 他也這個很多的地方其實是牽涉到的是 現實的這種權力的運作 權力的結構 牽涉到這個將領在整個國家 或者是在整個政府的運作之中 他們的地位 這個他們你作為一個國軍怎麼樣來 這個有效的來控制這些將領的這些相關的問題 好 我們說了 在戰國時代這些這個 所謂兵家之流的這些人 他們參與工作很廣啦 他們當然也會要跟其他的學術流派來競爭 戰國時期是一個這個所謂百家爭鳴 各種學術流派同時存在的時代 所以賓書裡頭會討論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這個賓書一方面強調軍事的重要 將領的重要 可是他們也必須去討論一些這個原則性的問題 比方說為什麼會有戰爭 我們要怎麼樣看待戰爭的目的 看待戰爭的價值等等的這個相關的問題 這是因為在當時 許多的學派都去討論到這種有關於戰爭的原則性問題 比方說對於兵家而言 他們最大的敵人應該算是這種 這個墨家的非公思想 墨家是極端反戰 因為戰爭是絕對有害的 墨家只肯定一種戰爭就是自衛性的戰爭 就是為了保衛自己別人來打你 這個你不能給別人打 不能任由別人來打 所以他只肯定自衛性的戰爭 否則所有的戰爭對他看起來都是不好的 所以墨家強調非公 不能去主動攻擊敵人 絕對不可以主動攻擊敵人 當然兵家所碰到的競爭對手 還有比方說道家的這種盛戰的思想 這個謹慎的使用戰爭 戰爭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等等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 兵家當然要自己提出自己對於戰爭 這種原則性的概念 那我們看到在兵書裡頭 基本上兵家的原則是強調兵不可以去 就是他們認為在人類的社會裡頭 在人類的政治運作之中 軍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或者說軍事是政府中不可或缺的部門 所以他們強調兵不可以去 任何的國家 任何的統治者都必須進行軍事的投資 都必須在軍事上面 一定要維持這個軍隊 要對軍事部門有所支援 然後要花一些資源在軍事的部門上面 當然這個兵家他們也不認為 要經常的發動戰爭 兵家認為戰爭最高的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可是怎麼樣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是因為本身在軍隊跟軍事上面 已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所以固然戰爭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表示你不要有軍隊 我想這是兵家基本的原則 所以顯然這個兵家是認為國家應該有常備軍了 這個概念很顯然就跟春秋以前的那個狀況就不太一樣 我們說春秋以前中國大概都不會有常備軍 另外一方面在一部分的這個兵書裡頭 他們也接受了儒家的這個義戰的概念 就是強調戰爭是為了正義的目的而存在 戰爭是為了正義的目的而存在 在一部分兵書 比方說像孫子這本書就比較沒有義戰的概念 可是別的書 比方說六桃就比較有 什麼叫義戰觀念就是認為 戰爭的目的在諸暴亂禁不義 我們剛才看那個班固的這個 參數刑法之領頭的概念 就很典型的這種儒家的這種義戰概念 在這種義戰概念之下 這些書強調了不必樂兵好戰 這個不要經常的發動戰爭 戰爭還是不得已的 是為了執行正義而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不可以這個窮兵獨武 他們認為窮兵獨武必害盛大 那這一點孫子這本書也是如此 孫子認為戰爭最高的境界 是不戰而去刃之兵 所以不要經常的發動戰爭 能不發動戰爭不要經常發動戰爭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講 在戰國時期的這個各個流派裡頭 比較愛打仗的其實是法家 不是兵家 你看那個商君書的農戰篇 其實那個戰爭色彩就很強對不對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 他說這個新兵而罰必取 暗兵不罰必赴 他們認為這個一個國家如果專注於農戰 他可以經常的去打仗 可是基本上這個所謂 以孫子為代表的這些兵書 其實並不是這麼的傾向於戰爭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一個有趣的矛盾 至少在我看起來是一個矛盾 就是說兵家他強調這個議戰 強調戰爭是不得已的手段 可是當兵書在討論到具體的工房作為的時候 理義道德就全部不見了 就是說他們在討論戰爭原則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道德性的色彩 可當這些書在討論實際的戰爭作為的時候 然後完全沒有道德 因為他們強調的是如何的殺敵屠城 以施陰魔而不擇手段 比方說這個孫子這本書就強調 戰爭的基本原則就是鬼 鬼詐的鬼 戰爭基本原則是鬼 就完全沒有鬼鬼是怎麼鬼 鬼就是欺騙嘛 戰爭最高基本的運作原則就是要欺敵 那就完全沒有道德 然後在兵書裡頭我們也會提到很多具體的戰術 比方說孫子十三篇裡頭有一篇就是火功 教你怎麼去放火 比如說那個是非常具體的屬於細節性的 所以這些兵書他們在原則性的討論跟這個 技術性的討論裡頭它其實是有一些落差的 他們討論原則的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傳統道德 禮義道德的那種色彩 可是到了談論具體問題的時候 那些色彩就不見了 好我們講到兵書講到兵學 它牽涉到的一個根本的核心問題是 知識到底與戰爭有沒有關係 也就是這個問題講得更清楚一點就是 讀了兵書就能夠打腎仗嗎 這樣你的知識真正關係到戰爭的勝負嗎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 這個我們在思考軍事跟戰爭的時候 大概不可以迴避的一個問題了 比如說在歷史上我們看到那麼多的戰爭 戰爭有勝有負 在歷史上我們也看到了許多兵學的著作 到了近代的社會裡頭 我們看到了專門的軍事院校 去養成專門的軍事人才對不對 那問題是 是不是讀了兵書就可以打腎仗 是不是有知識的將領 他們去打仗勝算就比較高 那這個問題的更核心就是 戰爭的勝負到底受到什麼因素的決定 戰場上的勝負 到底受什麼因素的決定 比如說我們看到 比方說這個在軍事院校 他們都要讀孫子對不對 至少現代的軍事院校都這樣子 他們都要讀孫子 那這些人讀了孫子就可以打仗對不對 如果你前幾天有讀黃仁宇的 這個蔣介石的歷史地位這篇文 你知道你也會看到這個問題嗎對不對 他是作為一個中央軍校的 黃仁宇是中央軍校的這個畢業生對不對 他提到這個蔣介石怎麼跟他們談 怎麼戰略戰術的問題對不對 剛剛講說戰略沒有什麼好研究的 你只要對戰術有基本的素養的人 都可以談戰略等等對不對 這樣的關係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嘛 我們講到軍事講到軍隊對不對 那對於賓書的作者而言 他當然要回答這個問題對不對 賓書的作者他叫人家來讀書 叫他來讀他的作品 那問題是你讀了這些書 到底是不是就會打仗 到底是不是打仗就可以打勝對不對 他們當然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在孫子裡頭有許多的文字是牽涉到的 跟這個問題有關係的 那我們舉幾段文字讓各位來讀一下好不好 就是孫子怎麼樣 這個從孫子這本書而言 這本書的作者怎麼看待戰爭的勝負問題 我們先讀一段他這樣說的 他說其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那什麼意思呢 他說一個會打仗的人 他能做到的是什麼呢 先立於不敗之地 先為不可勝 就是我不可能被敵人戰勝 就是我不會失敗 先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然後等等什麼 以待敵之可勝 然後等敵人露出了一些機會 讓我可以去戰勝 所以我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 可是然後等待敵人 等待機會去打敗敵人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立於不敗之地 這一個事情是我可以控制的 可是敵人會不會露出 露出機會讓我去取得勝利 這我沒有辦法控制 因為那是敵人的問題 那是敵人控制的 我沒有辦法讓敵人 必然的露出這個敗向 讓敵人必然露出這個 失敗的這個機會 所以他就說 他底下就說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不能使敵必可勝 所以他一個會打仗的人 他充其量只能立於不敗之地 他可以做到不失敗 可是他不一定會打勝 所以他底下就說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違 有人說我可以告訴你 從理論上告訴你勝利的這些原則 可是能不能絕對做到 對不起不一定能做到 能不能勝利 這些原則我可以告訴你 那能不能做到 不可違 不一定做得到 那為什麼 因為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可以控制 戰爭一定是雙方的事情 這個一部分操之在即 一部分操之於人 操之於人的部分 再能幹的 再厲害的人 人都沒有辦法控制 這是孫子 可以說很清楚的 指出了他對於戰爭勝敗的概念 所以其實孫子 他並不認為 有人可以做到百戰百勝 這個有一些人喜歡這個 假冒自己很懂孫子 就跟你說孫子說 這個知己知己百戰百勝 這是騙你的 你用百戰百勝這四個字做關鍵字 見到這個孫子的資料庫裡頭 你都找不到這一段話 因為沒有 這本孫子十三篇裡頭 根本沒有百戰百勝這四個字 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代 百戰不代 不代就是不敗 因為孫子只告訴你 你可以做到的就是不敗 他沒有告訴你可以勝 他不是說嗎 勝可治不可為 所以孫子也不強調要經常的發動戰爭 因為你沒有辦法百戰百勝 那你怎麼可以經常發動戰爭 可是孫子有告訴你說那個勝可知 那勝可知是什麼呢 他有五個原則 所以他有一個地方 孫子裡頭告訴你說知勝者有五 勝既然可知 戰勝的原則可以知道 那這個原則是什麼 他說有五個原則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發動戰爭 跟什麼時候不可以發動戰爭的人會獲勝 是重寡之用者勝 知道你如何在你手上有很多人的時候 你要怎麼用兵 你手上沒有這個只有很少的士兵的時候 你要怎麼用兵 你知道這個重跟寡 在你擁有多的人跟擁有少的人的時候 你都知道怎麼樣去用兵 你才可以勝 上下這個同育者勝 這個領導者跟底下的士兵 他們的想法 慾望相同的時候勝 以餘待不餘者勝 餘是準備的意思 有準備的人會打敗那個沒有準備的人 將能而君不育者勝 你看又來再一次強調將領的重要性 一個能幹的將領 可是君主不要去世事干預 那這樣你就可以勝利 所以這個又是說給 站在將領的立場說給君主聽對不對 這個信任能幹的將領 而不要世事干預 然後他底下說 慈悟者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好我們再看這一段話 他說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 真正能夠會打仗的人 是先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放棄敵人給我的任何機會 好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他說一個人會打仗的軍隊 是先有的勝算才去求戰 那經常失敗的部隊呢 是因為他們永遠是先發動戰爭 才去想自己有沒有勝算 所以顯然孫子對戰爭的立場 可以說是比較保守的 就是說不要經常去發動戰爭 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 不要打沒有把握的仗 不要這個沒有把握就隨便去打 這個在他看起來是不可能獲勝 好這是孫子 我們用三段孫子的文字 來跟各位解釋 這個孫子對於戰爭勝敗的概念 在西漢初年 張良跟韓信他們去收集 全國性的收集兵書 還得到了182家 也就是182種 那各位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談論的只有六種對不對 那之間的落差很大 請注意喔 西漢初年這182家的賓書 是秦始皇焚書之後的結果喔 秦始皇曾經大規模的焚書 到了西漢時期他們能夠找到的 其實是這個焚書的政策下的這個 倖存者 可都還有100多種 可是這些賓書被收集以後 他們就被放在宮廷的圖書館裡頭 以至於他沒有辦法在民間流傳 那為什麼賓書被收集來了以後 要把他藏於宮廷之中 不讓他在民間流傳 原因很簡單 因為統治者不希望 一般的平民這些被統治者 擁有軍事的知識跟技能 這種統治者對於兵學的打壓 他就造成了中國兵學發展上面的斷層 我們現在透過考古的發覺 可以找到許多早已失傳的兵書 我們說了 在漢代即便經過秦始皇的焚書 在漢代流傳的兵書 仍然相當的多 可是隨著中國歷代政府對於兵學的打壓 這些書到漢代以後基本上都失傳 我們現在靠著考古的發覺才重新找到它 比方說我們在馬王堆的漢墓裡 找到一本書叫做《向馬經》 這本書很有趣 全書有五千字 這本書是做什麼 這本書是幫馬看相 所以叫做《向馬經》 幫馬看相 為什麼要幫馬看相 因為你要挑選戰馬 不是所有的馬都可以當戰馬 戰馬是很少的 只有馬 很多馬裡頭只有少數的馬是適合當戰馬 所以為什麼說柏勒像馬 這個說像柏勒這樣的人才能去挑選馬 因為這個是在當時非常非常重要 《向馬經》就是告訴你如何從馬的外型來判斷這匹馬是不是好馬 所以這本書五千字 基本上就在告訴你什麼馬的各部位的名稱 然後說這個馬的外型它可以分成哪些的部分 這個每一個部分它有哪些特徵 你可以去觀察 然後決定它是不是一個好馬 所以也就是說在戰國時代有關於軍事的這種相關的知識 它其實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細緻 要挑選馬 就是專門挑選馬的作品 它其實代表了這個關於軍事相關的知識 它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成熟的地步 當你看到這種這樣的書都開始出現的時候 非常的專門 對不對 非常的技術性 它不像我們看到的孫子這種書是談大原則的 這種非常技術性的書都出現 可是這樣書都失傳 而且這種書你知道一失傳 你這種知識就很難恢復 你現在在把相馬經挖出來 可是它裡頭有很多的內容 我們現在都看不太懂 因為這種知識技術性的東西 它一失傳就失傳了 就讓它被寫下 你現在在看啊 你搞不懂那些文字它所代表的含義是什麼 因為它整個那個它所代表的那個 技術知識已經兩千年就 就失傳掉 就是那種兵書失傳它其實反映的是 整個兵學在帝制中國發展上的困境 就是說因為統治者的打壓 造成兵學在中國進入到大一統帝國以後 不容易發展 在戰國時期發展非常好的中國的兵學 就從此而沒落 等到宋代建立以後 為了因應對外戰爭的需要 他們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軍事學校 就叫做武學 在這個北宋的首都汴梁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武學 官辦的武學 那既然建了武學要在這個裡頭 教授軍事的知識 當然要有教科書 宋代政府就編定了五經七書 五經請注意這個詞 它相對於儒家的經典 相對於文的經典 他說這個七本書是軍事的經典 那五經七書是什麼 就是七種作品 孫子 五子 六濤 三略 司馬子 魏廖子 以及另外一個 這個脫名是唐人寫的李衛公問隊 就是李衛公是誰 就是唐代初期的大將李靖 李衛公問隊是以李靖跟唐太宗對答的這個方式來呈現 不過這本書其實是北宋初期的作品 它是一個北宋初期脫名唐朝人的作品 也就是說當宋代編定五經七書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內容都是戰國時期殘存的兵書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從戰國到宋代 中國已經經歷了一千年 在兵學上沒有什麼特別的發展 以至於離戰國一千年後的宋朝他們要談兵學的時候 他們能夠談什麼 就是我們剛介紹的 孫子 五子這些書 所以也就是說 整個中國在兵學的發展上面 都不能夠再脫離先秦兵學的範疇 就是這個秦以前這些兵學 又發展到一個高峰 然後從此就衰落 到了宋代人重新要建立這個兵學 發展兵學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沒有辦法再脫離這樣的一個範疇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花一些時間 跟各位介紹孫子這些書 因為他在 也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個中國的兵學發展上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中國的兵學發展 大概在戰國時代達到第一個高峰 然後從此衰落 然後兵學重新開始發展其實已經到宋代 宋代因為對外戰爭的壓力非常的龐大 所以讀書人又開始討論兵學 那宋代兵學有一些特色 我們之後會跟各位介紹 宋代是中國兵學的一個高峰 然後之後再一個高峰是到明朝末年 明朝末年的兵學的發展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西洋火器的傳入 因為中國到了明代中期以後 進入到火藥武器的時代 所以它促成了另外一個兵學思想的發展 然後明代滅亡以後兵學又開始衰落 一直要到鴉片戰爭以後 中國的兵學在受到歐洲文化影響以後 這個重新的興起 不能已經就脫離了中國傳統兵學的範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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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